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供奉在美国加州里面作为一个本目来展示 那么非常简单 这五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现在我手里头这台手机128G的容量 相当于这块硬盘容量的2万倍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这40年的时间中 我们这个存储的技术是经历了多么大的发展 那么现在新年经历过40年以后 那么其实布局是比较完善 包括在中国的无锡 也是有非常大的生产中心 生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我们用在视力中心里的机械硬盘 还有SSD的产品 那么其实细节的话 也是我们目前国内OEM 还有各种的ODM 包括中端应用户的一个重要活动众办 主要是说我们会给这些用户提供大量的机械银行 那么做成这个我们整个数据圈里面的三大键 我们知道这个是CPU 内存还有机械银行 那么细节的话 它现在对于我们整个数据圈 它是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认识 就说我们现在整个数据圈 从这个位置来说 我们可以划分为一种边缘到这个核心 再到我们的这个中端 那么中端其实非常简单 就包括下我们的手机 那么边缘的话 有可能后面是我们处理数据 最为重要的一个地方 核心非常好理解 就比如说我们东坛 这个西班户的这个处理中心 这里就属于核心 那么对西年而言 这个时代从1.0开始是比较早的这个时代 这个是大型机的时代 大型机我想很多在座的同学人都没有接触过 但是有一点 其实大型机就在离我们不到五公里的招航数据中心 就在同学大厦的后面 其实就承载了各位信用卡这个业务 所以这个是最早最原始的这个计算机 非常非常的集中 那么经过几个时代的演变 从我们的PC机到我们的X86时代 到现在我们刚才讲的Web 3.0时代 那么对应细节的这个划分的话 是到一个IT4.0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就处于一个万物互联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有一个数据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终端 每天会大海跟我们的这个数据中心 产生200次左右的交互 那么随着雨季的兴起 还有分布式架头的演变 那么每天在五年以后 跟数据中心的交互会超过4000次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定义 也是这个新的时代 被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说刚才我们看到 在分享IPS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一点 就说从2019年到未来 2025年这段时间啊 我们的数据会出现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那么从现在大海40个折子节 增长到175个折子节 就可能大家对175个折子节 并没有什么大的概念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假如说我们把175个折子节 刻成蓝光光盘的话 那么落起来 可以从地球到月亮 来为23次 这是一个非常精简的一个数量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在这个中间 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会越来越大 而且有一点大家可能要注意 就是欧盟在他自己的一份报告里面 有一个云色 就是说到了2025年的时候 跟数据相关的行业 会占到整个欧盟的GDP百分之七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现在形容一个人很富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兄弟家里有矿 对不对 但是到了以后 这个家里有矿 可能就是指这个兄弟手里面 摸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数据 所以我今天觉得 大家既然投身 或者投资到这个 每年有超过百分之三十年化 和增长率的行业里面 不管是投资者 还是从业者 你们都很有眼光 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从这个CY18 但是我们去年到今年的话 其实整个行业的产值 它是有一些波动 当然跟经济的一个变化是相关的 但是总的趋势来说增长还是非常顺满 那么对于我们经常会 跟这个区块链行业里面的朋友 来交流的时候 我们都经常会聊到一个话题 那么就说 在现在的这个分布式层属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承载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到底要怎么用来做 这个机械硬盘的选行 其实我特别喜欢 以前老的DNC的这个一个口号 它说我们这个设备 就是数据生存的地方 Where is the data underneath 这个口号非常贴切 那么硬盘就是用来承载 咱们数据的一个这个设备 那么其实这个技术的话 我们叫它Humber 那么Humber技术翻译过来 非常值得大家就说 激光热火术技术 那么在早些年 这个固碳硬盘技术出来之后 那么其实华尔街对于新年 有一个非常大的质疑 就说在新的技术冲击之下 你到底还能活多久 那么这个激光热火术技术的话 出来以后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至少在未来五年的时候 大家现在购买 机械硬盘的这个投资 是肯定不会埋备的 为什么主要在于说有这个技术加持以后 那么到2025年 机械硬盘的成本 它还能维持对SSD10倍左右的这么一个成本上的优势 而对于我们现在IPMS要承载那么大的数据量 这个环境来说成本就是每个基地的价格 那么相当是至关重要 这是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选性价格最优点的介质 第二个 我们关于区块链的朋友经常会问到 说现在我这个环境 我造价成本压力很大 我能不能去用成本更为低连的这个监控盘 在这里我非常疑骂就不可以 但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说监控盘 它的Io模型非常非常简单 举个例子 现在我一个监控盘上面要承载八路的这么一个视频流 它的Io模型是简单至极的 就说我不停地往这个硬盘里面去写数据 然后比如说半年以后发生了 我只倒闪事件的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数据翻过来看一下 所以它非常好预测 非常好优化 所以它的成本可以对比我们的企业的产品 做得要更低一些 但是刚刚在IPS这个分部属存储的环境里面 你说不清楚你到底要反射什么样的数据 你说不清楚你要反射电影 你说不清楚我反射文本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遇到不可测的这个Io模型的情况下 你必须要去选择一个 能够应对所有情况的这么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继续留在咱们这个企业硬盘这个产品上面 那么第三个 就说我们现在这种热火锁硬盘出来以后 它其实还带有一个新的技术 就是太新一风的技术 其实早些年我在维护这些社会的时候 有一点就咱们的机械硬盘 运转的时候非常响 打开机架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感觉到 我就是站在一下直升飞机的隔壁 噪音极大 那么后面随着这个氦气盘出来以后 那么它跟外排进隔绝 所以我没感受到 它其实很安静 但是它不是它的最重要的优点 它最重要的优点来说 是对比我们的普通通技盘的这个功耗的120% 大家想象一下 刚才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这个流所 咱们的这个 大概有个流所在分享 我说100PB是 做过人是粪毛领奖 确实10年前 能做出来100PB数据盘这个 游B表情 但是到了现在的阶段 我举个例子 阿里云 它的冷数据 一个EU的服务器 后面拖两个 4U108盘位的机架 然后上面108盘位的这个扩展柜 单个扩展柜的容量 是超过一个PB 换句话说 我要实现100PB 我只要把我家里面的厕所 塞进去 5个420的机架 就搞定了 所以现在数据的密度 是一个翻推肤力的增长 同时对于咱们的这个工况开销 也是极大的 这点其实跟比特币挖共事有类似的 咱们可能后面 在除了采购成本以外 咱们感受的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功况 所以我们假如说 能利用这个汉塞密封技术来节省 20%的功况的话 同时加上一个体力长短 那么对于各位从业者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收益 就是第三点 那么最后一点的话 就说咱们现在这个机架影盘 在这个热手柱技术加持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说 我是在一个比咱们头发丝还要吸一百倍 这么一个空间上面去画画 单个硬盘可以做到16的提点 兄弟们 这个是挺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其实刚刚刚提到华尔街 那么早些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盘片上面 这个激光辅助技术 直接是加热到上面 一个用黄金做的这么一个传感器上面 那个时候我们叫它黄金波板盘 那华尔街在看的时候 其实这个技术还是不成熟的 就是说我们频繁地去加入 这个黄金波板盘的时候 这个黄金它会融化 所以当时做了特别多的功能 来以防我们在给华尔街大脑演示的时候 出现失效的这个情况 但是经过十年的这个发展 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 就说我一年可以往里面写 超过一个PB的数据 同时能保证这个硬盘 还是持续正常的运转 一个PB是什么概念 就说现在我们一块企业体的机械硬盘 按照我们设计 一年只能写550个TB 持续5年时间 但是这种热乎的数据 它已经能做到一个PB 一个PB就相当于1000个TB 是已经两倍于我们常规的这个机械硬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写入数据之前 会用盘片上这个激光点 对于上面进行加热 再实现这个磁级性的翻转 以后把这个数据写进去 这个当然特别近 所以在这里 我立刻打算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展开 主要内容 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咱们细节在区块链这块硬盘 给大家选习的一些参考 那么其实这个数据圈的内容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过了 就是说后面的话 分布式存储会是一个大的趋势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个TBD的话 好像字体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就说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加热的时间啊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西节的相迷线 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主要还是涵在于我们的个人产品 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个人移动硬盘 还有我们在游戏用的这个机械硬盘 还有我们一些创意人士啊 比如说拍照用的这个设备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专业级别的这个类似硬盘 它们就包括了西节的这个监控盘 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 现在像海航啊大华啊 就是西节特别重要的这个合作伙伴 那么大部分现在用来进入这个视频数据的这个硬盘 都是来自西节的 后面的话就是我们跟大家建议过 最为重要的这个可以承载咱们IPX数据的这个企业的硬盘 那么今年的话会出来这个16GB 那么隔壁的通讯的话 他们已经做完这个16GB的认证 那么后面大家的微信 或者说咱们的这个通讯视频 那么有相当一部分的数据 那么就会有西节这个XOS 16GB的这个硬盘 来给大家成功服务 那么其实大家印象中细节传统上是一个做这个硬盘的厂家 那么其实之前在收购有那个工资的这个股权以后 那么其实在产生这块也是有了完整的这个产品线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机架式产品 那么后面的话 比如说大家想实现一下阿里巴巴这样的这个4U108的各种一个价格的话 那么也可以来选择系列的这个JBOB 那么来实现一个更低层的这个IPX层的行径 好那最后就是那么这个服务 那当然是假如在座各位假如是硬盘 当然是我指的是西节的 假如硬盘上面出现这个丢数据的情况 那么其实是可以找西节来做这个数据背部 好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是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